欧洲的卡斯特尔,1926年,21岁的卡斯特尔,取得了飞行员证书,1930年,他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,1933年,卡斯特尔被派往中国,他一路上拍下了不少中国的照片,现在来说这些照片弥足珍贵,图为北京故宫太和殿,拍摄高度仅50米,这样看北京故宫太和殿,真的十分霸气, 相信很多人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,图为北京一和园,拍摄高度400米,1961年3月4日,一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与同时公布的成德避暑山庄,卓正元,刘元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,2009年,一和园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,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,图为北京天坛,拍摄高度不少, 不足一百米,这些照片,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风景,如果不是这些照片,我们很难有机会看到这些,图为从东往西俯瞰河南落河洪水,从这么高的角度向下看,下面的河流都显得渺小,图为郑州涉火,人们在杂耍住兴,当时的格局形成了有趣的形状,图为广州珠江上属不清的平底船, 看起来非常的整齐,像整齐排放的积木。